三局六四個球 當然其中他還是會試狀況來做一些調整 最後球打成了一個滾地球 二雷手接到之後 傳給回頭踩一壘的彭正銘 對林恩宇來講 這個付出是一個算是不錯的開始 今年林恩宇在二軍的這六場比賽 最多是投四又三分之二局 也是在該場比賽 當時是5月29號 在二軍對牛隊的比賽投了65個球 局數跟用球數都是在當天 是最多的一次 其他的比賽 實際上投的局數都在三局以內 也包括最近一場的二軍的出賽 進來面對第二棒的林志祥 那當然看林恩宇面對陳佑基的投球過程 當然球數跟他過往來做比較的確是稍微慢了一點 但就控球的內容看起來 比賽上還掌握得還不錯 這球打成一個右半邊的高飛球 以外野手張振偉已經是到定位 把這個飛球給接殺 現在是形成了兩出局 所以我們看到林恩宇知道他自己的一個球數 或許不像過往來的這麼快 可能動輒沒有辦法達到140公里以上 或是45公里以上 但是我們今天看他 到目前為止先利用一個內外的搭配 跟快慢的搭配 解決前面兩個打者的內容看起來投的還算可以 接下來輪到第三棒也是今天呢 在個人記錄的焦點人物潘虎熊 那潘虎熊呢在昨天是打了兩支安達之後呢 讓他的連續這個場次保持在四成以上打擊率的場次 這個已經是追平的彭正銘在04年的49場的一個記錄 那今天呢是第五十場的比賽 而且好消息啊 對彭這個潘虎熊來講好消息是 這場比賽即便是五支零 這個對潘虎熊來講應該不容易出現 就算是五支零 五個打數都沒有安達的話呢 也都還能夠在四成以上的一個打擊率 所以就以這個連續場次 在四成以上打擊率的這一項 也是相當高難度的紀錄 潘虎熊已經是確定能夠刷新了 黃正銘在2004年4月份到7月份的這一項紀錄 我們昨天也談到 就是這樣以潘虎熊來講 連續場次的一個維持的確是很重要 但我們想要看到的是在終點 是不是能夠繼續站在四成 我想是所有統一 也不只是統一失明 包括所有台灣關心棒球的一些觀眾朋友 最樂意看到的一件事情 現在是兩號一環 足球是偏低 潘虎熊目前四成一二的打擊率是 潘虎榜高居第一名 有六發全力打了40分的打點 長打率也高達了6成54 還有七百分這次 林岩宇呢解決掉兩位的打者 現在面對目前全聯盟打擊率最高的潘虎熊 追球打成了一個左半邊的界外 上到了看壇 所以020到現在面對三名打者員長都還能夠取得好球數的領先 就這一點來看的話 就控球能力的確掌握得還不錯 打擊的潘虎熊呢 真的今年絕對是神自備了 武神上壘率也高達了五成一霸 也代表他除了安打打得多之外呢 打擊能力高 長打能力好之外 他的選球也絕對是讓他能夠 刷新彭正銘這項紀錄的一個原因 沒錯 兩次打擊就有至少一次能上 是至少的樣子真的太可怕了 結果這一個球呢 忍住 獲得了一個4塊球的寶寵 這幾個球其實也 讓潘虎熊都有點躍躍欲示了 像他剛才最後這兩個球 都是一開始好像有想要打 但都能停住 這個關鍵在哪裡 最主要是關鍵來自於 敬蕾的一個角度 也就是他敬蕾角度 跟潘虎熊在設定好球在過程當中 是非常接近 所以他一出走的那一瞬間 會讓打者有一種想要揮棒的那種 那打者能不能停的關鍵又在哪裡 能不能停就是最後 他快要進入他的揮擊區 也就是他準備啟動揮棒那時候 就決定拳就在那邊 而且這一點其實也是最難的 就是說你如何把自己的好東西 可以做好 這就是我們常常在轉播工作 中總提到的這一點 現在輪到第四棒的高國慶 高國慶兩成八發的打擊率 有十支全力打以及52分的打頂 所以這種我們場所的那種 揮棒啟動的時機 其實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當然今年潘伍雄來講 他能夠維持這麼高的打擊率 而且維持這麼久 其實選球我想是他做得最好的一點 在兩出去之後呢 先是保重了潘伍雄 接下來面對高國慶的 連續兩個壞球 這球好球打著沒有出棒 那連以前一次的 尖八呢 也是對統一師隊 我已經是在2010年了 不是去年 而是沒有出棒 那是前年的4月份的事情 那該場比賽呢 是無關勝敗 那如果以連雨在天母的 擔任先八的工作呢 我上一會在這裡先八出賽 已經是06年5月21號的事情 當時還在成泰 一塞上跑著走了 這個球補手接球之後 傳二壘 高度 轉到了一塞往二壘跑的 潘伍雄出局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稍後來看一局下半 從地上這裡進行